巴西总统波索纳洛 欲热情的在美公民自拍 但全场每一人戴口罩 让外界看了心惊胆跳 因为不久后就传出陪同的 巴西卫生部长奎罗加 检测病毒阳性 尤其联合国大会前 巴西政府代表团 还群聚站路边吃披萨 因为坚决不接种的波索纳洛 被餐厅拒之门外 奎罗加只好舍命陪主子 隔天奎罗加又和英国首相 强身握手 接触脸不断扩大 引起担忧 病毒入侵联合国 对此奎罗加表示 在联合国大楼里 他随时都戴着口罩 也已经接种疫苗 但没公布相关时程 达的还是效力 备受质疑的中国科兴 中国将努力 全年对外提供 20亿剂疫苗 年内 在向发展中国家 无偿捐赠 一亿剂疫苗 中国宣布加码捐一亿美元 给COVAX计划 确保全球公平合理的 分配疫苗 应对新一波疫情 但现在有多少国家 还敢用中国疫苗 恐怕有待观察 包括巴西在内 不少国家 已经宣布停打 或拒收新一批中国疫苗 也让领导人习近平高喊的 促进开发中国家 疫苗来源稳定 在外界听来 更多只是要与美国较劲 拜登更形容 美国要做疫苗的武器库 就像二战时期成为首位民主的弹药库 而在22号的防疫虚拟峰会上 台湾应邀出席 似乎也反映出 美国组建民主公卫阵线 与中国校正的决心 同样与美国组建民主公卫队 同样与美国组建民主公卫队 同样与会的美国重要盟友日本 完整接种人口已经过半数 首相菅义伟也宣布 将捐出六千万剂疫苗 比先前承诺的再多一倍 响应美国敦促全球努力达成 2022年秋季前七成人口接种的目标 本届联合国大会上 美中疫苗外交角力局势 也许已昭然若揭 环宇新闻 郑宇轩综合报导